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我们学校的校园电视台正式成立了 但是要发挥它的功能 一定要有好的节目 所以学校就扮演了这次的比赛 这九位同学就是初赛的优胜者 他们将会分为 红组 红组自洗 黄组 黄组 黄组自洗 以及蓝组 蓝组必食 至于决赛的主题 请方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好 今次决赛的主题就是近义词变色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千叉万别多姿多彩 所以认识近义词 对学好语文很有帮助 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 校长 近义词变色会不会很难表达 近义词 丰富多彩 是不容易掌握的 所以今次决赛的主题 真的有点难度 学校特别为大家预备了一些片段 方老师 你播放一些片段给大家看看 作为参考 好 各位同学 虽然敏捷和敏蕊 都是有快而灵敏的意思 但是敏捷是着重于动作 例如伸手好敏捷 而敏蕊就是着重于这个感官反应 例如臭角好敏蕊 发现通常是眼睛看得到的 而发觉就未必一定是眼睛看得到 还可以是感觉到的 变色的方法就是把握前耳的着重点 颌蜡 是着重于高而稳固 耸蜡 是着重于高而突出 摸摸的感受 刺激 是尖锐紧张 热情 刺激 即是急劇、利害 猛即是來勢、急、力量、猛 強即是力量、強、程度高 激、劇、猛、強四個字 就是他們各自的著重點 暴發、爆發都是有突然發生 來勢又急又猛的意思 爆發範圍廣 可以用在火山、戰爭、群眾運動爆發等等 大部發範圍窄 多數用在山、紅部發 各位同學 看完片段之後 有沒有啟發感 有 看完就到你們拍攝了 現在你們每組派個代表出來 先抽個信封 但我們對近義詞的認識 還是知道很少 不用擔心 我們特意在中學部 請了三位大姐姐 來做你們的顧問 佳欣、正文、日例 分別會擔任紅、黃、藍 三組的顧問 決賽的題目就在裏面 裏面有不同的近義詞 你們要在限定的時間裏面 用錄像片段 去表達每一組近義詞的分別 之後 評判會選出優勝作品 放在校園電視台上播出 好啊 不如我們先看 奪目、耀眼這一組 近義詞 奪目、耀眼這兩個詞語 都有光芒四射 令人眼花的意思 那他們的著重點在哪裏 奪目的著重點就是 美得搶眼 而耀眼就只是光線殘眼 花主要就是美 我們可以畫紛紛的花朵 才要奪目 陽光只是殘眼 未必美 所以只可以說是耀眼 不可以說是奪目 沒錯 珠寶鑽石又漂亮又殘眼 那我們就可以說 珠寶鑽石奪目、耀眼 辨識的方法就是 把握詞語的著重點 我們先看信物裡面有什麼 這四個 必須、必須、需要和需要 我們要討論一下一組 姐姐 這些詞語的分別在哪裏 我經常都撈亂 其實辨別的方法就是 掌握詞語的著重點 好像說三撇這個衰 我們就是著重一定要做 而另外魚字頭這個衰 我們著重的就是一定要有 我們必須天天運動 那是用哪個衰 我們必須天天運動 一定要做的 用三撇的衰 就例如 我們需要努力學習 那是用哪個衰 我們需要努力學習 一定要做的 用三撇的衰 水是生存所必須的資源 一定要有的 所以就要用魚字頭的衰 我們需要藍色的天空 我們需要清澈的海水 我們還需要一個不受污染的環境 那又要用哪個衰呢 這些都是一定要有的 沒有魚字頭的衰 對 沒錯 姐姐姐姐 我們快點看看上風梯 裡面有什麼 我們看看保持維持這一組 保持維持的意思 都是使事物繼續存在下去 很難分析差異 我們可以把握詞的配搭對象 詞語在應用之中 往往都會形成一定的配搭關係 例如保持清潔維持生活 如果配搭成保持生活維持清潔就不對 那我們快點看看下一組是什麼 好 著急焦急 著急焦急 都是心中急躁 我們還可以用把握羽耳輕重的方法 什麼魚耳輕重呢 嗯 譬如 著急呢 就是一般的心急 就像你們剛才叫我快點炒開封信一樣 而焦急呢 就是十分著急 心又急又憂 焦急慢分 姐姐 我好考學 我們也是 那… 那等姐姐去買點飲料 你們在這裡等姐姐 千萬不要走開 知道嗎 知道了 麻煩四紫細水 明仔 你們看看 明仔 你快點出來吧 什麼 那不見了她的小肚子 是我的孫子 穿黃色衫 不見了 麻煩你們幫我玩吧 她只有四歲大炸 明仔 明仔 快點看看 你們看看 充滿充滿充滿 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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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甜滿 裝滿的意思 詞意著重 沒什麼差異 那我們就可以把握詞意的感情色彩 好 什麼是詞意的感情色彩 有些詞是含有讚賞的意思 好像勇氣 這些就叫做 但是有些詞語含有爭戶、扁識的態度 好像侵略,這些就叫做扁義詞 但是也有一些詞語是不含任何感情色彩 好像火車,這些就叫做中性詞 那充斥,是否應該是扁義詞 那麼抽象,拍些甚麼好啊 接著我們要討論一下場所場合這一組 是否都是用把握詞義著重點的方法 都可以的,不過我們還有另一種方法來輔助 就是把握詞義範圍的寬窄 場所的詞義範圍比較窄,只是指活動的地方 例如好像娛樂場所那樣,但是場合的詞義範圍比較闊 包括活動的地方、時間、情況、氣氛等等 例如外交場合 你們過來看看 高叔是不是 你為甚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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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哭 你問明仔 叫他們不要走開 又不知道去哪裏 就算去廁所也不用去那麼久 你搞甚麼鬼 明仔,你去哪裏 你嚇死阿嬤了 阿嬤玩不到你 你去哪裏 阿嬤很掛念你 你知不知道 阿嬤玩得這麼過癮 來看 阿嬤玩得這麼快 去哪裏 阿嬤玩得很快 阿嬤玩得很快 你最快就跟你玩 你去哪裏 阿嬤玩得很快 你去哪裏 阿嬤玩得很快 你不在乖 阿嬤玩得很快 阿嬤玩得很快 所以 quali 好就好,不過也要別人同意才行 那個婆婆已經答應了 不過我還沒答應呢 姐姐,對不起 決錯的作品有六個,我們已經看了三個 大家是不是很心急? 接著我們再看另外的三個吧 好可愛,不如我們請藍組的顧問解釋這一組近義詞的差異 充滿充斥,都是填滿裝滿的意思 詞意穿著沒什麼差異 但充斥是貶義詞,只能用於否定的事物 而變色的方法就是把握切耳的感情色彩 好有創意,還懂得做卡通片 接下來我們看看黃組的作品 然後呢 姐姐,好可愛 我去到這裡 我去到這了 她先去到這裡 不如你幾個 她先去到這裡 我去到這裡 她先去到這裡 她先去到這裡 我去到這了 詞曲 李宗盛 場所的詞意範圍比較窄 只是指活動的廚所 但是場合的詞意範圍比較闊 包括活動的場所、時間、情況、氣氛等等 所以辨識的方法最重要就是把握詞意範圍的寬雜 嗯,說得很好 最後我們看看紅組的作品吧 ~~ 字幕畫上阿菀 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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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哀 詞語在應用中往往都會形成了一定的配搭關係 好像保持、維持各有不同的配搭對象 我們在挑選近二詞的時候 就要把握他們的配搭對象了 好 大家好 大家的作品都很有水準 哪一個作品優勝一點呢 我提議將我們決賽的所有作品都放到校園電視台播放 等全校的師生來投票 決定哪一隊是冠軍、亞軍和貴軍 哈哈 是不是必須這樣做呀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呀 是不是全部都有獎品 那就要刺... 謝謝 消化 錫